再到2.7吋的手机 这边如果说你要看到大概的结果 你可以用 比如说你在4.7吋的手机上面 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 它也会秀出来 你会发现4.7吋好像还OK 5.1吋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5.1吋也好像还OK 因为它是relative layout的方式 那再小一点点呢 小一点2.7吋呢 也还OK 所以relative layout你会发现呢 比较不会有变形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把它改为什么呢 改为obus layout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针对上方的设计工具 就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做完毕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把它再调回 那JA当然 因为刚刚我还没改 如果你们要马上看到结果 不需要等到模拟器 模拟器是一个部分 那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去更改 OK 那我把切回others others有其他的 那再来等一下我们再做那个设计就是 我想设计流程 各位也大概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它里面的话 有几个部分资料要取得 首先的话呢 这个spinner 那这个spinner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做哪些事情 其实spinner设计的方法有好几种 我把这个地方按下轰键 我到电费计算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spinner部分的话呢 我再让一下 这个spinner有点像下拉式选单 如果各位以前有用过其他的开发工具的话 大概都会有印象 那点下去这个spinner之后呢 要跳出什么110 220 到底你的用电是110的还是220的 OK 那这个spinner呢 长得就像这样 点下去 跳出一个清单出来 上面要是选择福特 那比如说我选了220 它必须把220带过来 选了110 就110出来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触发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将来呢 也必须要写一个事件的处理 当我点的是第一个110的话 那110就过来 当我点了220 220就过来 所以事件处理在这里 然后呢 我需要带几个东西呢 福特 安培 使用时间 使用度数 然后最后按计算 就可以计算出 到底这个 你一个月 这个花的电费是多少 要显示出来 OK 那这部分我想 各位是在把这个画面的部分 先去 就先把它完成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